一場世紀瘟疫讓不少家庭或伴侶陰陽相隔 閃朗兒梅泰山一對年邁夫妻感染新冠肺炎之後 兩人因為病情惡化一同入住家戶病房 不過在中秋節後妻子不幸病逝 而丈夫因為不堪病痛的折磨失去了求生意志 一度苦求各界讓他把管放棄治療 他還致電給兒時好友 也就是馬華公共服務與投訴部主任 納都私裡張天賜訴苦 我也沒有想到半個小時後 他的太太就棄世了 棄世了他也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怎麼樣要跟他講 又怕震動了 所以在這方面跟他家人相談最後 他也知道他太太已經棄世了了 但是我還是鼓勵他不要放棄 張天賜召開記者會感性分享他的好友 吳志平和妻子離連地的故事 兩人早已經接種兩劑疫苗 其中丈夫在這個月7號確診 並連同妻子送院治療 而妻子離世後老爺爺一直在雙溪毛諾醫院 加護病房治療 張天賜已經向院方了解 好友的病情惡化 情況不樂觀 但是院方誓言不會放棄治療患者 與燈感情報 出現 因此公司的理論 吸引人主要求 你最高級的進行 但是在那 Classic 與燈感情報較合